这次我们又带来一款不同于传统形态的新时代手电 那就是物本X1 相对于传统高量手电 我们认为物本X1有三大优点 一是造型板正 相比于传统原柱型的手电形态来说 物本X1就像一个充电宝 占用体积更小 更加方便携带和储存 同样装入官配收纳包 可见物本X1携带起来更轻松 并且与相同流名值的强管手电奥雷X7R对比重量 物本X1仅380克 而奥雷X7R却重达656克 物本X1是少有的配置有散热风扇的高量手电 开启极量挡后 很快风扇就会开始运作 相比传统依赖空气被动散热的高量手电来说 有主动散热风扇的物本X1 可以更长时间保持高量度的输出不衰减 高量挡三前流名 可以肯定持续两小时不降挡 对此我们进行了两款 同样是12000流名最高量度的对比测试 我们都是从同一位置 双击开启首键最高级量挡 然后测试赵度仪的亮度衰减情况 可以看到我们的测试数据 物本X1开启后 两分钟都不到 亮度就从14000降到了3500 直到最后 亮度都没有再降挡 从点亮到灯面 差6分钟到2小时 说明物本的官方数据是真实可靠的 而再来看看奥雷X7R的数据表现 通过曲线对比 可以明显看到 X7R的降挡是缓慢线性的 而X1的降挡是断崖式的 仿佛最新的中国股市 所以X7R是逐渐下降 直到半小时后 到4600开始变得比较平稳 最后到2小时又20分钟 之后是4127 然后整个手电没电 所以与官方数据相比 也是很靠谱的 而两者对比之下 还是可以看出 X7R在降挡速度 以及横流亮度上 明显要优于X1 这主要是因为 两者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选手 X1为了做到更小的体积 采用的是两节4800毫安时的 21700电池供电 总电容量9600毫安时 而X7R采用的是不可拆卸的 4节3000毫安时 18650电池供电 总电容量12000毫安时 所以X1要做到同样 3000流明高量挡2小时的续航 那降挡速度和横流亮度 势必就要做一些妥协 然后我们对两款高量手电的温度 与散热进行了对比测试 可以看到双击开启 两款手电的极量挡之后 物本X1的热量 在灯头瞬间就爆发了 一分钟即上升到了最高45度 这个时候奥雷X7R都还没热身 我们分析应该是X7R采用 筒身缓慢散热 所以散热过程很慢 过了一会儿 X1应该是散热风扇开始发挥作用 温度降到了40度左右 当三分钟后 X1已经红透白眠天的时候 X7R才开始渐渐有热量透出 直到五分钟后 X7R的灯头开始变得比X1更热 也就是超过了40度 然后X7R仍旧在陆续升温 可以明显看到筒身下部 也随着灯头的温度开始升高 作为对比的X1却始终保持着最初的样子 吐身下方握持部位基本保持低温 哪怕十分钟后 X7R的灯头超过了50度 甚至连下方的握持区域都比X1的灯头还热 超过了40度 X1仍旧不忘初心 散热风扇牢牢将灯头温度锁定在了40度以下 而且下方的握持区域的温度 仍旧属于可舒适握持的温度区间 对此只能说一个字 厉害 所以对比之下 只能说尽管X1的降挡比中国股市还快 X7R的续航和性能也肯定强过X1 但是相比X7R 从发热和体积重量上 X1更加适合长时间使用 并且X1尽管有开放式风扇结构 防水等级仍然能达到IP55 意思是只要别像这样进入水中 都可以正常使用 大家对此不用过分担心 三是尽管没有圆柱型结构 也没有大光碑 但是性能丝毫不弱 三颗CR11 XHP70.2 6000K灯珠 可以带来最高12000牛米的强光 这个光有多亮 我们看到别的UP主 有讲到等于4-6盏汽车大灯的亮度 对此我们特地找到所谓登场的奥迪来测试 所获得的最亮照度为7800左右 然后我们将X1拿到对等车灯的位置 双击打开几辆档 所测得的照度仅为1500左右 整整5倍的差距 所以说什么1万多牛米对比汽车大灯 那应该还是炉素蜡烛灯的时代吧 你们以后再看到有人这样宣传 不过即使比不上汽车大灯 12000牛米光墙的手电 在个人实际使用中仍旧很强 特别是得益于方扁形造型 带来的三颗并列式灯珠光碑 看起之后让你感觉人眼所及 有一面矩形光墙 可以将你视线范围内的环境完全照亮 并且可以看到脚下的光碑切线 离脚很近 并且下两边延伸 完全没有灯下黑的问题 用汽车大灯的专业名词 叫有更好的铺路感 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出 X7R传统的原型光碑设计 导致整个光形从中心到边缘逐渐散开 相比于X1的话 可是范围较窄 X1的亮度和光形 感觉特别适合作为中距离的搜索手电 完美 这个光有多强 让我们开启最高档位 然后在上面放一张纸板 片刻就会看到纸板开始冒烟 等烟大了之后 就会看到纸板中心已经处于闷烧的状态 这个时候只需对着闷烧区缓缓吹气 即有明火开始燃烧 不过要特别提醒这个功能 紧线装 紧线紧急情况下原来生活 切莫随意尝试 容易弄脏灯头的镜片 反而影响了照明的主要功能 X1采用Type-C充电口直接充电 支持27瓦快充 两小时充满 但可惜不能外放供电 而且电池舱采用螺丝固定结构 相比于完全不可拆解的手电 如果遇到电池故障或者续合下降 可以自行更换电池 还是很人性化的 四式亮度档位 可以直接通过手电编程 以往听到手电亮度编程 对于普通玩家那都是直接劝退 而Uben X1却非常简单 首先开启手电后 调节到想调节亮度的档位 然后双击按钮之后不松手 这时候亮度就会开始变化 到达该档位几点时 灯光会闪烁一次 在当前亮度下 松开按钮即可将此档位 设置为当前亮度 并且记忆为该档位的亮度 五式可以作为自行车车等 Uben X1有专为自行车设计的车灯配件 只需要将配件包里的固定夹 通过螺丝拧紧在手电预留的螺丝孔 然后把管夹固定在自行车上 就可以快速固定和拆除 实测虽然相较专业车灯较重 但是光照范围和亮度确实是两个亮级的 不过要注意调低角度避免闪瞎对方 看到这里你们肯定想知道价格了 官方手价黑色款1049 白色款1149 一般活动价黑色款899 白色款999 而期开价你们认为需要多少钱 必然是圈网最低价 具体请咨询我们客服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我们点赞评论 并分享给其他人 谢谢您的支持